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谭欢 本期123亚洲杯上中国队的出局,让无数球迷咬牙切齿 但是比赛结果已成定局,不能改变 裁判在场上的任意妄为,这次连足鞋也看不下去了 于是上诉亚足连 可是这两天被无情驳回 当职裁判法加尼也已经回到了伊朗 在没有任何追伐警告的情况下 他还将会继续追伐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这样的结果让中国球迷忍无可忍 空场已经不能平复广大球迷的愤怒 而就在这场裁判风波还没有平息的时候 亚足连又开始新一轮的腥风作浪 因为在4分1决赛中 当职裁判再次上演了一部狗血剧 而这次主角正去将中国队踢出局的卡塔尔队 此次面对的巴勒斯坦队 裁判一共送给了巴勒斯坦四张黄牌 以及两张红牌 而卡塔尔仅仅吃到了一张黄牌 甚至场上一次巴勒斯坦 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时 找裁判理论被两黄变一红罚下 现场解说都无语了 可以说卡塔尔队被抬着挺进了半决赛 鉴于中国足协刚刚吃过的亏 这场比赛过后 巴勒斯坦足协扬言跨过亚足连这道屏障 直接向国际足连上诉 对于当时裁判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现在球迷们都已经不再关注最后的比赛结果 而是卡塔尔队到底因为什么样裁判 对他们如此谄媚 这场闹剧绝不应该就这样草草收场 球迷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